在花镜的这个角落呢 有很多的线形的花材 这个就是毛地黄 那边那个呢是大花飞燕草 这两个都可以长得非常高大 那么理论上这两个植物呢 都是多年生的植物 但是在上海的话 因为夏天的高温高湿 它基本上都是夏天都要消亡的 所以我们每年都要 秋天的时候进行秋波 然后在冬春季的时候下地 那春天的时候就可以开花了 这个蓝色的是漂亮的是 银莲花 银莲花它是一个球根花会 它现在也是最好看的花季 那么等到它叶片枯黄 就是五幼叶份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球挖出来晾干 到秋天的时候再种植下去 这几样花材呢 都是在花镜中表现非常好的植物 这个非常高贵 非常典雅的烟尾呢 是德国烟尾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油染烟尾的品种 上面它的是有一些副熟物 毛状的副熟物 所以我们叫它油染烟尾 它的旗瓣呢 是高高的凸起的 然后上面有很多波浪的褶皱 所以看上去非常的滑贵 富丽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旗瓣 跟垂瓣呢 是一样的颜色 这个呢锤瓣跟它的旗瓣呢 颜色是两样的 所以这个德渊 它的那个表现呢 颜色呢非常的丰富 它有很多的色彩的变化 我们看看另外一种 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德渊 它的锤瓣跟它的旗瓣呢 是一个对比色 一个是蓝紫色 一个是黄色 这样的对比效果非常的强烈 德国阴阳尾呢 是一种汗生的植物 它在上海的话 特别怕那个高温高湿 所以根据我多年的种植经验呢 我就基本上给它盆栽了 地栽的话很容易发生腐烂 盆栽可以有效地保持它的 那个盆土的干燥排水 所以基本上它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但是常州有一个花友叫开心 它种植德国烟尾呢 全部是地栽的 不知道有什么秘诀 我们去看一下 我身边的这一位呢 就是常州著名的一个 养花大神开心boy 嗨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它的花园 让它带我们参观一下 它美丽的花园 我们一进门呢 就被这一朵 粉色的牡丹给吸引住了 那开心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什么品种 这一棵是罩粉 今年呢就是夏季已经有三年了 当时买的时候也是三年苗 然后它这个品种呢 是比较漂亮的 粉色呢也就是比较看上去 比较颜色比较好 而且花朵特别大 花也比较大 你长的这个状态这么好 有什么秘诀吗 能告诉我们 牡丹呢 这个就是花 它是比较吸引肥的 然后就是不同的阶段 要定期的施肥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一定要多施肥 多施鸡肥 你用什么有机肥呢 我用的比较多的话 就是鸡粪啊 鸡粪啊 腐熟的鸡粪 对腐熟的鸡粪 然后你可以买一些 那个鱼肠啊 或者是什么 那就是说在蒙发之后 你用一些锥肥吗 春天蒙发的时候呢 你就是因为上面有很多的那个芽包出来了 你就要把那个没用的芽包把它去除掉 就是那些比较弱的芽包 对 就不大会开的 对的 就是保留一些 然后就是春天的话 你要吃那个水龙肥嘛 水龙肥 你是叶面 叶面喷吗 叶面上面喷一点 然后就是下面根部也可以灌 那就是双管旗下有鸡肥 有鸡肥加上这个叶面肥 还有就是花后还要及时的给它施肥 要把枝条仰壮 然后因为这个下面的这个枝条 就是明年的开花的枝条 像这种就是开花枝条 花后就是把这里剪掉以后 上面留两到三节嘛 下面就可以开花了 就是明年开花枝条 好我们又学到了 那么我们继续参观一下 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又发现了很多的开花的植物 有一些杜鹃 有那个这个是荷包牡丹 对 那这个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荷包牡丹呢 它是那个树根类的花 它是夏天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个梅雨季节 不要积水 因为根系下面那个也是比较粗壮的肉质根 所以你种在这个高的那个花台上面 对吧 对 然后你盆栽的话 最好选那个树松 透气一点的 就是土壤 然后它这个开花的话也是需要养分的 还有一个光照 你如果光照不好的话 像这种粉色的话 开到后来就是变成那种很淡的颜色 颜色就不好看 那这个花后的管理是怎么样的呢 花后的管理 它基本到夏天的话 就处于半休眠的有点半休眠状态了 现在春天的话呢 你及时给肥就可以 一个星期或者是半个月给一次肥浓肥 春天刚发芽的时候 或者是冬天你可以给一把那个奥绿 就长下缓式的 对 我发现一颗漂亮的金黄色的枫树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什么品种 这个是 这一颗是虫芝梦 然后它这个生长度度呢 在我这边我是控制了 因为长得太高了 长得太快的话 影响了这边的整体的一个效果 它的颜色现在是偏黄一点 但是如果是春天那个刚开始的 就是刚开春的时候 颜色是橫色的 对 所以我印象当中好像颜色没有这么透亮的黄 我一开始觉得是约淡了 这个品种 它温度越高 颜色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就偏黄了 就不会有橙色了 效果特别好 然后就眼前一亮的感觉 是的 嗯 那它就是说下秋季的话颜色有些什么变化吗 下秋季的话颜色温度低了以后呢 它颜色会慢慢也会变成那种橙色的 嗯 秋叶秋色叶呢 秋色叶就是变成橙色的 有点橙色的 嗯 然后它的叶子边缘的这个红色线条也会比较明显 哦 那这个陈芝梦的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 对的 它可以观赏多季 是的 是的 哦 这个很好的品种 因为很多花园都喜欢这个颜色 都喜欢这个品种 对对对 我也喜欢上它了 哈哈 嗯 在开心花园的这一个角落呢 我发现了一大丛 郁郁葱葱的德国烟围 出了很多的花间 长势非常好 我因为一直很好奇 你这样地栽的这个德国烟围 会会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好呢 因为德国烟围 它有一个习性 就是不能积水 我种的这个地势呢 是比较高的 旁边呢 这边有一个岸沟是排水的 嗯 然后不管是梅雨季节 还是什么在雨水比较多的时候 这边是不会有雨水 就是有雨水不是有 不会积水 对不会积水 嗯 所以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这个土壤呢 是经过稍微改良了一下 嗯 加了点那个有积肥 所以看上去很壮 它也就是说 在排水良好的情况下 给它足够的肥料 它长势充足 它就抗病能力比较强 对的 对的 啊 是这样的一个秘诀 对 好 我们又学到了 呃 在这个花园中心的位置呢 我们又发现了很多粗壮的 百合的损牙 那么这些百合是什么品种呢 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好呢 这个百合是OT系列的 它因为这个百合呢 就是复发性比较好 哦 OT系列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强健的品种 它比较强健 然后复发也好 嗯 为什么这么粗壮呢 它是因为我每年都会 冬天的时候上面扑一层有积肥 嗯 这个已经是第三年了 你这个就多长时间祈求吗 还是没有 不祈求 不祈求 地上的没事 啊 那如果发生到时候就一个球变成好多球了之后呢 你会 嗯 地上的话 因为它地域比较宽嘛 它没事的 它会自然扩出去 对 它会自己扩出去 那一长得这么肥的原因是什么呢 要施肥 冬天的话要施有积肥 嗯 然后开花之前呢 你最好加点那个水龙肥 啊 因为水龙肥它是见效比较快的 有积肥也是腐疏的那个积粪 就盖在面上对吧 对 啊 那你的种植深度大概是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百合的话 你只要把球埋下去埋在土里面 上面就是说你盖到七八公分的土就可以了 嗯 稍微保证它那个球上面的根系生长 对 因为百合嗯 像这个OT它是有点高的 嗯 你如果太浅的话被风会刮了到时候会倒 嗯嗯 哎呀好期待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来这里再看一次 我们这边壮观的百合花 对 这个百合一枝花上面可以开十几朵 嗯嗯 对 我知道 OT系真的是很好看很美 对 嗯 就很远就被这一丛粉红色的金鱼草给吸引住了 呃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高 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心 这个是我三年前买的种子剥的嗯 是属于切花型的金鱼草 然后我下地以后呢它是树根类的嗯 天也不会死啊 在我这边的话可能冬天温度有点高 冬天还是可以看到叶子的 然后每年就是春天的时候适当的修剪一下 就是需要平茶吗还是就把上面的花剪掉就可以了 就平茶平茶平茶到多少高度 平茶下面大概留二十公分的样子 啊 那么这些花开花的时候开花前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水肥养护吗 嗯 基本上我这个整个院子里的话冬天全部会铺一层有机肥 啊 所以其他的时候基本上不要试肥了 我看它而且花期非常早前面已经好多花已经开始卸了 对 它 你这边的小环境是小环境小气候的原因还是它比较耐寒的原因呢 金鱼草是比较耐寒 在我这边比较耐寒 因为不光是这个品种就是矮生的这种品种冬天也不会死的 嗯 啊 这个这个真的很美 而且作为一个现形花材的话可以跟毛蒂黄或者是飞燕草一类的相媲美 它的高度 对 你可以和毛蒂黄和大花飞燕草 而且我我觉得它的花更加的密集 而且整个整个的那个质感的那个 呃紧实状态比那个飞燕草跟毛蒂黄更好 那个好像比较稀松一点 这个比较紧实 对 而且所以就更加的夺人眼球 这个可以做切花 嗯 太美了 在开心花园的东北角呢 我发现了一颗巨大的栗叶绣球 长湿非常的壮实 开心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品种 这是栗叶绣球雪花 哦 就是那个非常崇拜的那个品种 对很崇拜的 而且上面已经花苞非常多了 你这个种了多少年 这个今年是第四年 嗯 第四年 因为我种在地上长湿比较快 比盆栽要快很多 嗯 对 我我看来我也要去地栽一下 我都是盆栽的 所以状态没有你这么好 而且这个绣球的话呢 就是好管理 它不像就是那些大花绣球 大花绣球的话 夏天它要遮阳 这个绣球 那个容易脱水 对 这个绣球夏天的话 基本上你不遮阳也没事 嗯嗯 对 然后修剪的话呢 基本上花后就把残花剪掉就可以了 嗯 那开心 就是说你的花园呢 很多花有都想了解一下 它一些具体的那个你的设计规划理念 还有你的布置的整个过程 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嗯 我的花园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正东 朝正东面嘛 嗯 东面院子呢 相对来说 这个阳光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选择的话 院子里基本上是以月季为主 嗯 而且这边没有遮挡 对 我也发现了你很多的月季拱门 跟那个篱笆上也种了很多月季 对 通风比较好 月季的话 它应该就是要选择那种阳光比较充足 然后通风效果比较好的那种地方 那你现在这个花园你感觉到它呃整个呃最美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 嗯 在五一前后 五一前后 五月份 嗯 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嗯 到时候 铁线连和月季会全部绽放 嗯 基本上就是院子里有大概目前还有八九十个品种的月季嘛 哦 那肯定开的时候非常壮观 对 到时候月季全部开 嗯 好期待到时候能够再来一次 欢迎欢迎 嗯 嗯 好今天我们的访谈就是到这里 谢谢开心给我们带来的介绍